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农产包装及品牌辅导计划成果发表会20号举行 今年是以花莲农业朝我主张为主题 展现了花莲美好与土地价值 更是把花莲品牌提高市场辨识度的具体作为 现场徐正卫活动代言人花莲先生邱燕翔 还有现场的贵宾 欢迎全国消费者可以选购花莲优质农特产品 2011花莲县农特产品包装 以及品牌辅导计划成果发表会 20号在花莲普通大饭店生产举办 现场徐正卫表示 花莲拥有纯健的水源 土地以及人的气候 等现天的农业优势 加上后天农友的用心栽培 努力耕种 产出农特产品相当极佳 去年打5个我们的这个5个品牌 再加上今年为我们地方的农友 来这个打10个商业设计的品牌 我想这就是花莲不断不断的在努力做 我们的产品的行销 让大家都看得到 刚才看到我们走秀 我就觉得我就跟吴昆如处长说 我们的这个走秀人员 真的很朴实啊 很朴实的啊 就像我们花莲的农友 会做 会靠 靠 平静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不吹吹不会说 我自己的东西怎么样好怎么样好 但是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花莲的东西怎么样的迷人 花莲的东西怎么样的吸引人 能让这个花莲东西 无论是在台北的这个贩售 或者到东京 我们的农产品的特展 我都希望能够行销到国际上 辅导业者吸索带来一场花莲 农特产品十三九秀 修出花莲槽位的伴手礼 修出花莲在地农特产品 其新推广具有花莲在地特色 美味的农产品 抬过花莲农特产品的市场 社会团队将上台分享 这次计划执行的新路历程 以及解析包装设计所需要的过程 说明好的包装设计 除了能够增添视觉效果之外 更能够添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也就是造就品牌定位 以及市场行销上的重要关键 记得继续欢迎欢迎收看